在外界看来 它们被称为阿富汗猎犬 因为一个世纪前 英国殖民者将一只狗 带到了伦敦白金汉宫 供英国女王观看 它们立即受到欢迎 从那以后 阿富汗猎犬迅速火遍全球 阿富汗猎犬一般在加兹尼省比较多 阿富汗人把它叫做塔兹 冬天的时候 阿富汗猎人带着它们进入雪山打猎 阿富汗猎犬虽然看起来瘦削优雅 但奔跑速度极快 连专业的赛马都跑不过阿富汗猎犬 它们利用速度和敏锐的势力来捕捉猎物 到目前为止 阿富汗猎犬比其他狗更快 与其他狗不同 它永远不会变胖 当外出打猎时 兔子会听到人类走路的声音 但是 阿富汗猎犬由于非常瘦弱 它不会发出任何噪音 即使在雪地上奔跑 也不会发出响声 大多数阿富汗猎犬 有一个很高的身体和一个狭窄细长的头部 鼻子是黑色的 眼睛是黑色的 呈杏仁形状 脖子又长又强壮 腿又长又直 后腿比前腿大 全身都覆盖着毛发 阿富汗猎犬有长而柔滑的头发 所以 一眼看去非常优雅 它是唯一一种 可以进入五星级酒店的犬类 阿富汗猎犬 之所以长着长长的毛发 主要是因为它们 原本生活在阿富汗的寒冷地区 毛发较少的猎犬 不能在寒冷地区生存 阿富汗人认为 阿富汗猎犬是狼的后代 当它们生活在人类附近 并与人类生活在一起时 它们就会被驯化 在阿富汗 在该国许多地区 用它狩猎 是一种流行的冬季消遣方式 在阿富汗加兹尼省 每个村庄都有三到五名 拥有阿富汗猎犬的猎人 与其他狗不同 训练有素的阿富汗猎犬 永远不会偷吃食物 训练阿富汗猎犬 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当它还是一只小狗时就开始了 这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 才能训练出来 如果不这样做 它们就会像流浪狗一样 立即吃掉它 正在追捕的猎物 阿富汗猎犬 通常可以捕猎兔子 野山羊 柴和狐狸 在阿富汗 最负盛名的猎犬可以捕鹿 能捕鹿的阿富汗猎犬鼻子 是黑色的 不过现在阿富汗 很少能捕鹿了 不是它们缺乏技能 而是现在阿富汗缺少野生鹿